再来我们来关心一下 五一劳动节 台铁的铁路工会 希望发动这五一劳动节 能不能不加班呢 1300名的驾驶响应 那交通部长王国才 今天早上跟台铁工会 还有主要的干部要来沟通 但是因为工会说 希望交通部能够撤回 台铁公司化的草案 但是王国才拒绝 结果没想到 谈到最后还是破局了 今天因为他们一开始就举牌 就需要成功撤回 但是改革列车如果撤回 这不符合社会大众的期待 一个五一不加班 看起来是 让比如说交通部 或行政业有压力 但是他所造成的伤害 是台铁员工本身 或是交通部 包括我部长本人 那最后所伤害都是 交通部跟台铁的员工 所有人会失去更多的不信任 所以我有已经跟他们谈过 用这样的方式是不对的 尤其这个百年的服务 我们大家都有 这个以客为尊的这个观念 你如果让大家搭不到车 那当然在整个 我们在整个路运的计划 大概现在也有开两次会议 也触步有我们的方案 但是还是会造成 我们旅客的不便 所以我也有请工会 他们再三思 这样并不是说一个压力 然后会让我们改革停止 这样是会让伤害到自己 伤害到民众对台铁 对交通部的不信任 在这个台南新的大马路上 突然间出现了一副棺材 吓坏路过的民众 原来是运棺材的货车司机 他没有把货物固定好 再加上转弯的时候 车速太快 棺材就飞出去掉到马路上 幸好后方的车辆 有紧急刹车没有撞上去 只是目击的民众说 好像有点毛毛的 但有人觉得 这好像也象征着升官发财 红灯亭 绿灯行 小货车车斗在两副棺材 但是一个左转弯 一副竟然甩飞出去 横躺在大马路上 后方运营车开到 立刻紧急刹车 附近加油站员工 听到巨大声响 还以为是车祸了 转头开夜 发现竟然是棺材 很躺着的 它是这样子很躺着的 就是会是觉得有点扯 你知道吗 我们大家都觉得很扯 是真的 所以会觉得 不知道该怎么说它 你知道吗 甩飞棺材地点 就在台南新营区 棺木业者运送过程 一次没有固定好 一个左转弯 棺材喷飞出去 小货车赶紧回转 下车把棺材搬上车 有民众看到后 把影片PO上网 立刻引发讨论心里毛毛的 我朋友都说先棺木材 然后我妈叫我去买个彩券 那棺木材 棺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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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显示空的棺材 不然善后可是大工程 有棺材业者说 销损伤可以修补 如果木材利开只能报废 只是棺材掉落 民俗信仰 民众心里大不同 有人觉得象征发财 有人觉得怪怪的 看法两极 记者来关张 王书宏谈南报道 好 再来 南台湾疫情蔓延 很多人要去打疫苗了 只是现在好像 有点忙不过来 屏东卫生所 因为人太多 医护人力不足 就取消健康检查 那么像是在高雄 偏乡的卫生所 也一度取消 谁到谁打 结果民众还很生气 那除了抢打疫苗 还有某产险业者 说疫苗保单15号 停止收件 超多人要去买的 上班日一早 屏东市卫生所 涌进大批民众 打莫德纳疫苗 挤得满满满 因为我的工作 就是零端的 所以人家六十字 可能放掉 我就是要上班 这都是因为 屏东娱乐圈 疫情烧得没完没了 民众下到 干净补第三剂 预约150剂 一下子就订满 随到随到 开放70剂 但因为人力太吃劲 取消当天健康检查 疫苗正缺 正在抢的时候 有的四点都就会跑来 人潮报表的 还有高雄鄰园卫生所 一开始贴公告 不现场发号码牌 引发民众大反弹 之后私下公告 因为来打疫苗的人 比预期都太多 预约50剂 随到随打50剂全都满 医护人力也吃鸡 当然部分 我们这里都比较近 人力已经要补进来了 那个会撤掉 另一头高雄市区 振兴国中也发出公告 有一名学生确诊 部分师生居家隔离 或自主健康管理 消防一早派人大清销 那学校第一步也是通知方列 那学校能做 就是今天做大清销 疫情大爆发 病毒可能就在身边 某间产险业者疫苗险 公布15号中午12点 停止收件 一早门市人潮大爆满 政府推与病毒共存 但配套措施挤牙膏 民众生驚驚驚 记得今天中 在桃园机场 这状况也蛮夸张的 说救护车现在缺车 12号的时候 在桃机传出了 6名的旅客入境的时候 不是要筛检吗 就筛检发现他们阳性 那就要救护车 要把他们送去隔离 结果说救护车不足 结果这些旅客就这样子 被丢在机场 苦等了8个小时 一直到隔天凌晨 才搭救护车离开 救护车紧急到机场 将入境的确诊旅客 接到检疫所 但令人意外的是 12号竟然传出 有入境的确诊者 竟然在机场空等了 8个小时才等到救护车 12号下午4点半 一架外籍航空长城航班 抵达桃园机场 采检出6名旅客确诊 但这些确诊者 在机场等了8小时 直到13号凌晨12点20分 才被载往检疫所 那你们觉得几个小时 觉得比较可以接受 我觉得是应该 大概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一般来说 从国外回来的旅客 入境后会先进行裁检 阴性的旅客只要2.5小时 就能离开机场 阳性的旅客则需要5.5小时 但当时确诊者 共等了8小时才离开机场 而在这8小时的等待期间 确诊者和地勤人员 都不能磕水进食 指挥中心发言人装人翔表示 目前救护车确实不充裕 未来会请机场同仁 在4小时内找到交通工具 在裁检阳性的旅客到检疫所 桃源机场身为国门 每天都有许多人入境裁检 该如何将裁检阳性的旅客 快速送到检疫所 也成了一道难题 记者刘志斩 王毅德桃源报道 在高雄骑山远景巡逻的时候 发现一名男子鬼鬼祟祟 就上前盘查 果然有鬼 报身份证字号 就报错漏线 然后他很会跑 跑进田野 窜入树林 还跳水沟 跑给警察追 警察也很喘 最后骑机车 他想要撞远景 就被拦下来 到底犯了什么罪呢 一查就发现 原来他是毒品同气犯 童气犯逃入田野间窜逃 远景一路跑百米速度 颈椎载后气喘吁吁 童气犯降着自己熟悉地缘 东躲西藏 一路逃到树丛 跳跃水沟 狡猾又灵活 最后居然还试图骑机车 冲撞远景逃影 但远景一把就把机车撂倒 嫌犯连人带车摔下来 还被喷辣椒水 立刻被制服 痛得马上找水冲 广告身份资料 最后更借机离开 拔腿也就跑 经常逃逸的温姓男子 因毒品案件被通气 需要执行16年的徒刑 原来46岁的温姓男子 是毒品通气犯要关16年 神色可疑被远景盯上 广告身份证字号 最后还心虚跑给警察追 而凤山警车 跟在这部机车后方 男子一度汽车徒步逃逸 还是被逮个正着 男子一度谎报 别人身份证字号 被发现还是拒绝土石 结果远景一查 发现他来头不小 54岁的乌姓男子 是俗称8号分机查补药犯 民国91年发布通气的 鲁人勒熟杀人通气犯 背叛无情徒刑 逃亡20年逃得再远再久 终究还是得为自己犯过的罪 付出代价 记者高雄组合报道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它比较温和 一定要有的人 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 一直喷酒精 好但是呢 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好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 快点购网站 好就可以买到